从没见过这么狠的女孩 明明怀有身孕 却还每天坚持苦练永春拳 为的就是在神功练成之时 能亲手手刃 那个丢下他们母子的负心汉 而女孩要复仇的目标 不是别人 正是在韩国有着一口一根身外号的 顶级财阀家族 四星财团的大公子朴布城 原来 素希和朴布城本可以有一个美满的结局 可谁知道 这个身价千亿的财阀 也是个攀附权贵的主 为了能利用总统女婿的身份 帮她夺得家族继承权 过上像她爷爷那样 每日一口一根千年深的奢靡生活 她竟然无情地抛弃了 素希母子俩 力头钻进了总统千金的怀抱 甚至为了不让素希坏了她的好事 竟然多次让人 对素希进行威胁恐吓 所以 面对着这样又有权又有势的负心汉 势单力薄的素希 要想讨回公道 也只有靠自己的努力 用永春拳来为自己申冤了 可奇怪的是 素希的永春还没练几天 财阀忽然又主动找到了她 并且态度忽然反准 开始关心起了她的母子 听着财阀的关心 素希心中刚燃起的复仇火焰 瞬间就被扑灭了 此时她的心中充满了对老天的感谢 感谢老天让这个男人良心发现了 可他哪里知道 这一切的功劳不在老天 都是他自己努力的成果 原来 为了怕素希闹事 财阀一直暗中派人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当看到素希 疯狂地练习永春的画面时 财阀彻底地被素希吓到 想着搞不好将来 这一刀一刀就要扎在自己身上时 本来就胆小的财阀 决定还是先以何为贵稳住素希 就这样 素希靠着自己的坚韧 又为自己拿到和总统千金PK资格 虽然暂时她还只能在暗处 但小猪相信 就凭着素希的这坚韧的性格 和最关键的长相 不管未来乾坤如何定 素希一定是那匹黑马 奥利给